再来的话提一个范例 就是我们讲义里面有一个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里面提到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输入一个整数 输入一个整数 然后呢先把这个整数 也是一样 我们用Joption Pen的方式 当然或者用Scanner的方式也都可以 把它输入进来之后呢 输入进来之后呢 这个后面其实这个可以拿掉没关系 这个可以少一个方法 那再来我们就判断说呢 输入之后呢 如果它是1的话呢 那就票价12块 如果2的话呢 它的票价就是24 那如果说呢 你输入2以上或者其他没有的话 我刚刚有提过就是default default的话呢 就是说除此以外 没有抱歉 没有这一战 所以这边的话呢 后面记得加一个break 那执行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假设我今天输入一个整数 1 那当然就是几 这个输出就12块 如果今天我输入2 它就24块 假设我输入3的话呢 很抱歉 没有这个 那这个程式比较容易一点 你也可以去做一个改写 做一个改写 另外一个翻例就是说呢 判断什么呢 判断它输入到底是男生或女生 那一样的方式 比较特殊就是说 我在第一个大写后面没有break 主要的原因是我还要再判断 因为这两种呢 都是同一个 就是男生 这两种呢都是女生 所以在这两种状况底下 再加一个什么呢 break 那除此之外的话呢 没有办法判断 那这边的话呢 一样 执行 我今天给它一个 整数 假设我今天输入一个是 这个可能要改一下 请输入 f或m 假设我今天输入一个是m 好了 按一个确定 好 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就判断一个男生 当然 这个地方把它改一下 请输入 输入 输入这个地方把它改成 m 或 这边把它改一下 m or 小写的m好了 or f 大写 or 小写的m f好了 那这样子比较清楚 那也就这个地方呢 可以做一个判断 那如果今天输入一个是 小写的f 好 f 那这个就男生 那反之的话呢 哎 谁 哎 您 m呢 确定 男性 如果今天输入的是f 刚刚 大写f 还是男性 这个我把它设一个中断点 好了 debug一下 好 比如说输入一个f 好 f呢 它取得一个词 取得一个词呢 那就会传回来 传回来 那这里刚刚这个地方 给它一个 不过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个地方如果 我今天呢 我们有讲过 见词的部分呢 你不能够怎么样呢 不能够是这个 int以外的词 所以如果你今天给它一个char的话呢 那就会产生错误 好 产生错误 除非说你今天 去做一个判断 把它转换 转换之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才会过 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如果我今天给它一个 这个char的词是不行的 好 给它一个char的词不行 那是否要做转换呢 好 这里的话 这边的话呢 变成我 就要先做一个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我今天输入的这个字串里面 因为我是 这个建立一个s 这个s是string 字串 那我就判断 那判断方式 特别注意 它有一个string 这个类别里面 这边有一个叫equals 它如果说这个 它等于 equals不是用等号 等于等于不一样 它比对 如果说它两个词是相等的话 那或者是说呢 它等于另外一个是大写的 那就 就是把它输出 sex sex 这个地方等于1 那否 另外一种状况是呢 f大小写 那等于2 其他的话等于3 也就是多了一个这个动作 才有办法去符合底下的要求 那进来之后 这个地方 如果说它等于1的话呢 那相对它是男的 如果是2的话呢 是女的 那3 也就是说反之的话呢 那没有办法判断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假设我输出 比如说我输出m的话呢 那在这地方输入是 男性 那这地方如果输入f 女性 那假设说我今天 随便输入一个 ls s好了 确定 无法判断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如果 当然如果说你真的要跟那个 vb 比的话 这部分的确是比较不方便 因为它只接受 我刚刚特别强调是 只接受int 所以你在撰写的时候 如果你给它chart 完蛋了 不行 它不接受 那不接受的话 你变成你变 这地方呢 必须还在做一个转换的动作 所以呢 我们原来的这个程式 你还必须要做一个更改 在那个switchcast2的这个范例里面呢 记得把它更改一下 更改成这样 好 把画面呢 先还给 还给各位一下 来 来